舞台上摆放梅兰芳、梅宝九还有梅兰芳在牡丹亭里诠释杜丽娘的照片 京剧天后魏海敏收徒仪式在台湾戏曲中心举办 由黄诗雅向魏海敏奉茶、黄若霖乘上拜师帖、陈允文奉上树修 师徒四人一起合唱梨花颂场面温馨感人 梨花落春日的雨 此生只为一人去 到他去往 心也吃 心也吃 一直有人希望我收图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我传承的是梅兰芳大师的一种表演体系 那么我就是代诗传译 所以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收图的 但是我后来在这几年疫情 我就发现沉淀的时间比较多了 那么我发现其实身为一个老师 在教学生系的时候 其实他教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动作 或者一个表演 其实他要大量地去投注于自己 对于角色的认知 以及自己对于如何地在这个人世间 呈现属于一个演员的自己 是应该怎么样如何自处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 不是说 并不是说好像学戏 学一点点就算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我教戏真的教得非常的巨细迷移 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细节我都不放过 因为我觉得我的整个成长的环境呢 是现在的学生所没有的 所以我很希望把我自己过去所有的经验 所有的经历都分享给他们 我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我对于戏曲的看法 我对于京剧表演艺术的一种境界吧 1991年魏海敏正式拜梅兰芳大师之子 梅宝九为师 成为旗下第一位弟子 魏海敏自此真正打开梅派艺术大门 在拜师32年后 魏海敏也将单起薪火相传的托付 我91年才去拜师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自己是不足的 我是必须要再学更多的东西 我才能够好像存再多的钱 我才能够去花一样的那个感受 所以我在91年拜师之后呢 我是潜心的学梅 但是回到台湾来 我还要生活嘛 我还是跟台湾这个土地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台湾这个地方呢 它比较少的这个 所谓的业余的票友 它比较少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表演里面 增加更多创新的部分 所以呢我就觉得 我好像在北京那里 一直在挖掘传统的 一直在学习传统的养分 但是回到台湾来呢 我就不断地要去 去创造一个新的人物 创造一个新的角色 那么这两样东西呢 我就觉得在我的身上啊 好像就是一体的两面 它缺少任何一样都不行的 那么这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小小的成就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分割的 收图仪式由国光剧团 艺术总监王安琪 团长张玉华 当代传奇剧场 艺术总监吴新国 行政总监林秀伟 作为见证嘉宾 看到京剧梅派艺术的 已开支善业都相当感动 感谢魏老师 愿意把自己一身的梅派艺术 传承给三位 获得您信任的学生 遥想三十二年前 也是六月吧 夏天 魏老师一个人单枪匹马 去到北京拜师梅宝九先生的时候 魏老师的身份 是台湾第一当红的明邻弹角 可是他去到北京 他把自己的一切归零 一切从头开始 跟着梅宝九老师 学咬字 学发声 练气口 找尽头 练就了气成丹田 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大音箱 所以魏海明老师 当年学习的梅派的成果 并不是说我学了这出戏 学了那出戏 学了三出戏 学了五出戏 而是他可以体会各中三昧 体会了梅派艺术的奥秘 梅派艺术的奥秘在哪里呢 梅派没有特色 可是他沉着大方 中和稳健 简单说就是大气这两个字 这个就像是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活水泉源 也是一个无限大的艺术资料库 而魏老师取得了这把钥匙 从此以后他用这把钥匙 打开了这个无限大的梅派的资料库 魏海明表示学习是一辈子的追求 他期望自己能像梅宝九老师一样 成为习义者与艺术精华的桥梁 引领学生在艺术之路上走得更脚踏实地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